黑人与白人警察起了冲突 警察被自己的操作吓到 不过很快便反应过来 上前进行搜身再给他戴上手铐 刚做完这一切 却发现黑人已经领了合法 他的妻儿在一旁眼睁睁地看着 后来警察被告上法庭 他将黑人掏手机的行为 判定为危险动作 所以才开枪自卫 这个十分潦草的理由竟然得到了认可 法院判他无罪释放 黑人一家无法接受这样的结果 因此死者的弟弟决定 无论如何也要替哥哥讨个公道 他早早地敦服在法院门口 他十分清楚杀害警察的后果 但这件事必须有人站出来承担 否则他们在美国将永无翻身之日 而这也引起了其他白人警察的愤慨 他们开始在街边无故调查黑人 只因为他们的说话太大声 却殊不知黑人的其中一人也是警员 当他准备去车上取身份证实 却被发现了腰间的配枪 当生命受到了威胁 黑人警察也不再惯了 很快两人都被送往医院抢救 黑人因为刷了防弹 被新侥幸活了下来 而白人就没那么幸运 在得知儿子被黑人打死后 老父亲恼羞成怒直接闹到了警察局 好在局长还是有点实力 三言两句就将老父亲撑退 但黑人警察还是避免不了被提审调查 他将当天晚上的事发经过 一五一时的讲了出来 是白人警察开枪在先 自己只是正当防卫 可当他们提审另一名白人警察时 他却满口胡话 并将所有责任推到黑人身上 面对双方完全不吻合的证词 调查员也从中发现了 白人有说谎的嫌疑 不过在事情调查清楚之前 黑人警察也只能被暂时停止 他讨厌这个带有种族歧视的社会 这种不公将很多黑人家庭推向深渊 调查员虽然能意识到白人撒谎 但他需要找到足够的证据 好在他的妻子也是一名黑人 在妻子的支持下 他做出一个十分危险的调查方式 这天他来到白人警察经常去的酒吧 然后提前堵在厕所门口 见他依旧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 调查员只好动手将其摁在墙上 在威胁之下他才愿意讲出实话 调查员用录音器将其记录了下来 真相终于水落石出 黑人警察也因此官复原职 所有指控也都被撤销 但肤色之间的偏见 依旧普遍存在这个社会中